我們接下來可能會跟松山體系 有蠻密切的一些結合這樣子 有啦 一定有想到這一塊 我先照顧好自己膝蓋 曹薰香打得好 我打不好 嗯 真的會肚籃 我現在等你Q到前面 是嘴性的 你們哪一個時刻是你真心的 愛上籃球這件事情 高二高三的時候 因為就是上場時間比較多 然後一些小輩在讓自己的表現還不錯 然後覺得說 籃球好玩這樣子 就這樣子 越來越感覺就是熟能生巧的感覺 你有覺得你自己也 可能都離不開籃球了嗎 那時候其實也沒有想到 會不會以後沒有籃球化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反正就是加入了 就是盡力嘛 沒有想太多啦 那時候神經還蠻 神經蠻大條的耶 超大條 就覺得好像眼前就只有這條路 然後就好好把這條路走好 就這個樣子 那哈哥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看了那麼多就是 名校出身的 不管是同梯啊學弟啊 或者是你當了GM之後 那麼多的小朋友這樣出來 你覺得啦 哪一種高中體系出來的球員 最好使用或者是最好掌控的 不要太好掌控的球員 其實是比較在場上會比較 很聰明 表現比較好的 說真的啦 比較調皮搗蛋的球員 是比較會比較聰明一點 也不是說不調皮搗蛋就笨 也不是這麼說 只是說我們會覺得說 欸有時候他可能在場上 我們會去看最後的一個結論 會覺得欸 不要太好掌控 喔 像呂菜就很好掌控 但他就是個好孩子啊 他就是個好孩子 那相反的另外一位 你說Michael嗎 對 曹俊翔 他就不是典型的籃球員 他很適合去當業務 小台英有這樣的感覺嗎 你跟這個學弟相處的時候 油槍滑掉的感覺 他真的是油槍滑掉到 我沒有看過有人可以這樣 我覺得他很適合去 走演藝圈 我也這麼覺得 接棒接棒 哈哥2.0 沒那麼容易啦 不過接下來小台 可能也會比較辛苦一點耶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台新 目前啊 可能是跟松山體系蠻接近的 對有時候我剛才說會不會 什麼都會不會 他現在已經很清楚 他已經是真的是 宗師級的教練 他分得很清楚 頂多叫你們跟松山的球員 一起跑中正紀念堂 這沒有什麼啦 眼睛已經閉上了 你看 我已經有想到這一塊了 我先照顧好自己膝蓋 鄭波最近多打一點 前兩天跟汪衛杰先生 吃飯的時候還在聊天 在台營籃球隊的時候 是跟黃教練 黃瀟龍教練是一起 是隊友嘛 是 那時候還有一些老球員 練完球大家累了半死 坐在那邊這樣休息 黃教練突然開始 左右滑步練防守 老球員就說 你幹嘛 瓦龍你幹嘛 想搞我們啊 教練還沒走啊 球表現 不是他是真的覺得自己有一些 可能不夠的地方 他還認真要自我訓練 可是老球員就覺得 你幹嘛 教練還沒走你滑步什麼 教練走了你再滑步吧 就像以前我們 每次合手站在那邊做腹肌的時候 我就會有壓力 嚴格走了你再做好不好 因為嚴格就會這樣子 看一下合手站 看一下我 我那時候可能正在 包包裡面有帶麵包 我正在吃 我就看嚴格說 搞什麼 不是 然後就會搖搖頭 那我想要問一下小台就是 因為其實蠻多人 因為你跟齊偉在台皮 情形當隊友也是 有一些年頭了嘛 其實蠻常 有人把你們兩個人 一起拿來做一些比較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 雖然兩個人位置不同 是因為你們身形真的很強項 對你自己怎麼看待你 我剛好都學長學弟嘛 然後打同樣的位置 就是射手 但是做比較一定會有這樣 就是看大家的狀況怎麼樣吧 因為其實我有狀況好的時候 他有狀況好的時候 其實都差不多啊 但當然我們都是互相給信心啊 就下一場再來 表情再多了 有時候我們會住一間 所以你們兩個感情是好的 搞不好很好 不是像就是有一些網友就是說 因為他們其實太常 把你們兩個人拿來做一個 那種數據比較啊 也好啊 身材啊等等的 會讓你們心生嫌棄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們會去看這些評論嗎 其實很少欸 就點起來 然後兩個人一起看 就說欸他講你怎麼樣 不會 哪有那麼白目的朋友啊 欸欸你看一下網路上 欸欸 沒有就說欸你等一下你看 不會啦 頂多開玩笑的 對啊想說拿出來自嘲一下 不會不會 我們不會去這樣子 身材也一樣 然後兩個都是射手 中間的差別就是彈性這樣 Kiwi的彈性比較好 沒有他還蠻好 他很厲害 他的幹很穩 他的韓性都留在大火鍋 但有時候跟他講 Kiwi灌個籃就比較 勉強 他以前可以360 嗯 竟然 有影片嗎 喔有受傷過 他這有受傷過嗎 比較輕的時候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說到射手這一部分呢 其實剛剛哈哥有提到就是說 你在做球評的時候 發現他的那個出手 那個姿勢 好像比較特別一點 如果要形容的話 就是當初就是 正如哥他可能有點殭屍型的 那種投籃啊等等的 當然他的投籃並不是 非常我們 不是典型的那一種 典型的標準啊 但是 其實投籃本來就是這樣 投籃就是你只要抓到那個手感 那就OK啦 小台你是你自己想要練射手的嗎 其實沒有欸 那時候高中 我高中投籃也是很醜 更醜啦 更醜 就是往前推的那種 哦就是 蠻怪的 對大大學的時候才 蓋手和姿勢 那時候是沈興漢就要你幫我蓋的 嗯 他就是叫我坐在籃下 就是一直走 然後都站著 然後再往後都一直走一走一走一走 然後姿勢就變成 比較正常一點 正常一點 你會把自己定義說是一個射手嗎 因為大家這樣講的話 就是 外線有機會就投 那時候沒有說自己就是射手 沒有想太多 然後 就當之後 後來說說是我是射手 然後我才知道 大家外面好像是講我是射手 但其實我也沒有說 你是被動知道 很爛投在三分嘛 以前啦 所以我覺得還好 但你進入到就是 SBO跟就是 台瓶英雄之後 你有把自己定義成射手這件事情嗎 或是教練賦予的任務嗎 算自己有點認知 就是說好像是在這一塊 做好這個本分就好 嗯哼 阿哥你會怎麼樣使用小台呢 就這幾年你跟他相處下來 如果你是總教練的話 使用說明書 如果我是總教練的話 我沒那個福氣 OK 那個 你是不是覺得我在挖洞 我沒有 我覺得你最後一句話有點 我沒有 在笑我 小台你不要看他這樣子喔 就是大家會覺得他的攻擊火力很強 但他其實 他是我們球隊在封線上面 最倚靠的防守漢將 大部分人 我也不會去注意到 小台的防守 但他的防守是非常好的 我們球隊攻擊火力強的人 還有 是夠的 小安啊 QE啊 黃正啊 這些 所以 我們有時候比如說一個人 可能今天狀況不好 我們還不是那麼的擔心 對於防守這一塊 哇我們的防守可是 不是太的太好 這樣子 對所以說 我們就會很倚靠小台 他的防守是真的 相當好 就是要由他來去帶動大家 去做防守這件事情 是 最難纏的 這個球員 那就是他 他去守 其實他情況上面就是穩定就好了 小台是不是很常會 忘記自己在球場上 應該要拿出那種身為 就是 攻擊型球員 應該要拿出的那一種 企圖型 你會不會忘記 我有意識到這一塊 但 因為 因為在第一年的時候 其實上考時間沒有到非常的穩定 然後 就是 很多 聲音就會講說 就是 上考就做好自己 該做的事情 然後 有機會出手 對就是 就是你知道嗎 他的能力是到 90分 但他就是會告訴自己 啊 那我就 我就80分 這樣子那種感覺 不然就是 教練會說 就是做好 做好 射手的位置 是 但他就不 因為小台就不只是射手 你知道嗎 對我來說他不只是射手 他可以做很多事 他其實 他籃板可以抓很多 不只是 防守籃板 進攻 他籃板也很好 就是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一天我就很急 我就 小台你可以啊 你可以做 那他就覺得說 教練說 就叫我這樣子 好啊 我 對 第一年可能 還沒有抓到自己的那個 然後心態沒有 就是 調整到很好 所以 很不穩定 那個 那個 因為其實他 對 因為他其實他第一年的時候 他都打先發 嗯 但是 打先發可能打個 五六分鐘就下來 後面上場時間就 就少 對於一個球員來說 這個是最 非常難適應 我是先發沒錯 可是我就是先發 然後再來就 不再發了這樣子 然後不再發 沒發 對 他就會 球員對這個的適應會 真的比較 比較難 比較難去適應 小台你自己說一下好了 因為第一年 其實從數據上面看 看得出來 大家都會想說 為什麼會是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當然 那是總教練的 使用說明的方法 那你自己怎麼樣去做調適 以及你自己覺得 接下來 該怎麼樣在 因為我覺得你的個性 其實是蠻溫和 跟 算保守的 內心 你要怎麼樣 才能夠在接下來的 籃球路上 給自己找到更多的那種企圖心 從第一年到第二年 我覺得 自己成長 最多可能就是讓自己 不要去 太在意 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不要太在意 自己的數據啊什麼 反正就上去 像平常一樣 去練習這樣 是 也不是說 讓自己沒有想要 比賽的那個心情 就是讓自己 讓自己放鬆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然後 但那個心態就是 不管 發生什麼 聽到什麼 然後就 不要 不要去在意那些話 然後第二年的話 讓我回頭去看自己的數據 當然就是比較好 對 那就是 可能就是這個方法是好的 你有想過 自己怎麼樣去增加 就是攻擊的慾望 跟企圖心 因為 大家對你的期望值 其實是高的 從 從 你在那個 明道大學的時候 再說是雙槍啊 然後破壞力很強啊 等等的 其實練習 都有在做啦 但 比賽的時候 又會擔心動 擔心心 因為那時候就是 你只要一犯錯嘛 就 對 時間就不多了 時間就不多 所以 但 上場 就有可能 會不太一樣 為什麼 我覺得有種 如履薄冰的感覺啊 台平英雄 就 這個球隊 真的人才幾幾 對 那比如說 你今天打得比較沒那麼好 那別人 打得好 那就 那就別人來打啊 那但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他們 對於這個東西 他們的心態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們都是非常好的 兄弟 所以他們不會今天因為 你西薇打得比較好 我打得比較不好 他們就心情不好 黃鎮打得比較好 我打得比較不好 他們就心情不好 曹勳香打得好 我打得不好 真的會杜蘭 哈哈哈哈 我就在等你Q到前面 對對對 然後 身為學弟 你就蓋瓜成小嗎 沒有啦 不是不是不會不會 其實以小台 飛科班的球員出生來講 從南山然後打到現在 又在台平已經有7年的時間 你吃科班了啦 也沒有飛科班 只是沒有從小打球 沒有從小到 因為就是 你知道那個時間的長度 其實還是我有一點點的差距 對對對 對對對 也有像Michael那樣 飛點心來球員 他是直接斷掉 我是說高大學的時候 一直跟我們說他可以灌籃 一直說可以灌籃 他一直跟我講說他跳很高 對啊 一直跟我們說他可以灌籃 Michael 星球技技的要灌籃給大家看 不是 因為我們也看過很多 就是以前很會跳 但是後來受傷 跳得比較低的球員 對 那但是他還是有 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是 那Michael就是 對 看不出來你以前的水準 到底到哪裡 Michael 真嘴性 有沒有看到他開始放鬆 開始開始 講到Michael大家都鬆了 開始 可以油槍滑掉一下 小萊你是從男生開始打上來嘛 然後其實也算是 中華隊的一些資歷 都有參與到 不管是瓊斯杯啊 或者是亞洲杯 3對3也有啊 還有亞運啊 你其實都有打過 你自己有沒有印象 那種目前最深刻的中華隊的比賽 我還是停留在斯達雲 還是在斯達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們是主場嘛 對 那主場的氛圍是完全不一樣 嗯 然後有剛好 我們對韓國的時候 前一場是棒球輸給韓國 哦 感覺又要從籃球投回來 對就是從那個 那種復仇感的那個 感覺很重啦 然後 在那我們做到 那場是 我相信其他人應該也是 最深刻是這場比賽 你自己也打過就是亞洲杯3對3的籃球賽嗎 其實 嚴格講起來 你會比較喜歡 全場的還是3對3的 因為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比賽氛圍哦 全場 氛圍 對 那個好累 你說真的 這真的很累耶 3對3 真的超累的啊 好累 我那時候第一次打就嚇到 你有覺得就是說 需要就是氧氣筒在旁邊待命嗎 很需要 而且就是 雖然是風雨的球場那樣 對對對 所以是 是熱 是熱風啦 對 然後旁邊有觀眾 然後 那教練是不能干預球場的嘛 沒錯 所以你換人要自己 所以你那個節奏要自己跳 對 好累 真的好累 這腿很痠嘛 對 你就是盡量去投3分嘛 因為投3分是2分 對 一直整個 一直看歪線啦 對 還有機會的話 你會想要再參與3對3的比賽嘛 因為其實 那整個比賽的氛圍跟 就是全場比賽的氛圍 其實真的完全不一樣 那就是一種缺氧運動 有機會的話 等我體能好一點 再去 體能好一點 體能還 還想比方更好 體能已經很好了 像賽季期間的那種體能 對 飛太季像現在的體能就沒有到非常好 可以總結一下你自己今年的表現嗎 今年 如果跟去年比算有點合格啦 因為畢竟一個射手的話 可能起碼要維持在 3成 或3成5以上的3分嘛 你自己計是3成6吧 是不是 好像3分 哎唷 第一季好像才2分 莫載題 不到那個範圍 不到啊 不然就看命中率就知道了嘛 對對對 對而且小台的3分線是那種連續的 走風一瞬 然後感覺來了 他一進入了那個 Zone 那個Zone 就這樣 就可以一直來 有一場 有一場 對台南吧 在台南 比賽吧 我們不是輸了20幾分 哦對啊 然後後來追回來 嗯 也是小台連續 連續戳好幾分 當然那一場對 Michael也是打得很好啦 可是你為什麼沒有男色 沒有啦 你就 對 謝謝 很不想稱讚他 很不想稱讚他這樣子 結果你現在跟他同隊 對啊 哇塞 我一去就說 我靠怎麼又跟你一起 就是有一些在關注 就是 台皮比賽的球迷朋友們啊 他們都會講的蠻直接 會替你畫物品 會覺得說 你好像是因為被 總教練就是冰起來 所以才會 有這樣子的狀況 這樣子的表現 你自己覺得有被封印住嗎 也不是啦 也不是被封印住 可能就是教練有他的考量 不要關槍哦 自己前面有 先表現不好 所以他信心就沒那麼好 但也是 怪自己啦 你覺得 總教練有掌握你的使用說明書嗎 可能 騎友跟小艾不在有 我這樣抓不到吧 可能翻到前面 就是目錄而已 應該吧 還沒開始看 第一頁序 還沒開始看這樣子 已經要換隊友了嗎 然後也要換總教練了嗎 那 就是要用我們的招牌問題 來做一個結尾了 你覺得你 目前打 這麼久的球 生涯遇過的前五張 你這麼保守的人 我真的 不覺得你會有五張的對手 前五張哦 我不要說張 就是動作會比較 大一點 有對 大一點有力一點 好了 好 隊友也可以哦 阿環啦 阿環 我沒有排名 我就是練 我想到就這樣 第二次有被回合打一巴掌 我知道 但現在同隊 不敢講 所以我才說同隊也可以說 因為其實這樣子講啦 張不代表他不好 對 就動作 單一點 為了自己 你也不用太有包袱 你也可以講卓之華 對啊 好的 你有被他打過 你有被他打到過嗎 不要說打到 沒有有出過 那也不算打 就是 對那練習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遇過那種 會 還往你臉上那樣的 沒有 因為 可能就是比較 因為你會先 有力正常 因為我不太會去跟人家 這樣子啊 所以我遇到的蠻少的啦 哦 他是算防守很硬 很硬 這不是什麼在詆毀 就是 這其實有時候 不算髒啦 對 這很黏啊 詩文如吧 詩文如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他防守很黏 他防守非常黏 對 非常強 會讓你覺得很不舒服這樣 沒有辦法好好打球 啊 那像講到這個應該就還有比陣吧 哦 對 應該說這些都比較粗 而且又很快 沒有到髒 現在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球員 有好 也有不好 他們打球都 真的比較不是髒 對 頂多 難纏 現在打球你只要難纏 粗 其實就對大家來說就會就哇 哇 多了 非常感謝小台還有哈哥來到我們這一集 其實賺非常非常peace 有史以來莫果我覺得最peace的一集 賺peace嗎 超級超級peace 因為他就是我覺得小台他就是一個 個性保守 大豪不保守 他不保守 他不是個性保守 他是心裡面是有一團火 常常會有一團火 但是他自己會去 剿滅他 自己剿滅他 要自己去把自己那個 你可以繼續燃燒嗎 拜託 對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他那個火山要爆發了 然後他就自己把自己的火 火剿滅 其實我是知道小台他其實是一個很 很炙熱的人 有時候看你們的比賽就會覺得說 小台你可以做更多 但是我覺得他 今年他的機會來了 剛好在這邊要跟他講就是 今年不管怎麼樣 就算打不好也不要管 就是因為沒別人啦 真的沒別人啦 就只剩他了 好好的掌握你的表現的機會啦 感謝你來到我們的籃球摸谷 度過了非常和平的一天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